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图长河 许多世纪以来,艺术界的女性在艺术创作和发展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女性一直在努力奋斗 并在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 许多勇敢而有才华的女性艺术家坚持追求自己对艺术的热情 并通过她们的作品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她们经历了巨大的挑战,争取在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获得认可和成功 今天图长河将带您穿越时空,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 文明世界的女性艺术家的成长经历,代表作和主要成就 凯特里纳·韩赫玛森·卡特里纳·凡海莫森 1528年至1565年是一位佛兰芒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她是目前可以证实存在作品的最早期女性佛兰芒画家 她已在1540年代末至1550年代初完成的一系列小型女性肖像 以及一些宗教题材作品而闻名 她的作品现收藏于巴塞尔艺术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和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中 凡·海莫森于1528年出生在比利什安特韦普的一个艺术士家中 并从父亲陈·桑德斯·韦和梅森那里接受了绘画训练 对于当时希望成为画家的女性来说 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她们的培训需要解剖尸体并研究裸体男性形象 而学徒制度意味着渴望成为艺术家的人 需要在一个年长的艺术家身边生活4到5年 通常从9岁到15岁开始 因此女性画家非常罕见 那些能够成功的通常是由亲属进行培训 正如凡·海莫森的情况一样 她的父亲对她进行了培训 凡·海莫森最拿手的是人物肖像画 1548年的时候 她曾经画了一幅非常著名的自画像 现藏于巴塞尔艺术博物馆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北方文艺复兴 第一幅女画家的自画像 还被认为是史上第一幅表现画家 坐在画家前工作的自画像 她在画中用拉丁文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凯特·海莫森和梅森画了我的自画像 在1548年 她刚满20岁 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 画中的女子容貌算不上出众 身材瘦弱 工作辛劳 但是握紧画笔的一刻 她便不再是被封建社会中一重又一重强加的身份 和责任束缚的第二姓 不是小姐或夫人 而是保湛墨汁的画家 是孜孜不倦的理想主义者 她握着笔 正如领主 掌控者土地和财富 将军手握利刃 温柔似水 又坚韧无味 同时 在1548年 她画了弹钢琴的女人 可能是她妹妹Christina的肖像画 人们认为 她的自画像和弹钢琴的女人 是一对需要悬挂在一起的作品 凡海莫森主要创作以现实主义为特点的肖像画 这些模特通常作者 被描绘在一个深色或中性的背景下 这种构图和设置 使肖像画显得亲密而庄重 凡海莫森的作品充满了个性和魅力 她通过巧妙运用色彩和光影 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作为一位女性画家 她的作品充满了女性的细腻和敏感 这是当时男性画家们所无法表达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凡海莫森的作品并没有得到 当时男性画家们所受到的关注和认可 事实上 在许多年内 她的作品都被误认为是男性画家所完成的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的性别歧视 和对女性创造力的不信任 凡海莫森不仅是一位专业画家 她还被认为是最早的女性画家之一 她的作品在当时备受推崇 她接到了来自贵族和皇室成员的委托 后担任政治职务 为匈牙利的玛丽皇后服务 遗憾的是 现在没有 凡海莫森在1554年之后的作品存世 这导致历史学家认为 她的艺术生涯可能在婚后结束了 在那个时代 女性艺术家在婚后退出艺术的情况很常见 尽管如此 她继续通过教授三位男学徒 分享她对艺术的知识和热情 给下一代艺术家留下了不可谋灭的印记 在她的一生中 她被两位意大利艺术家传记作家提及 分别是 Lodovico Picciardini在她的 1567年荷兰地区描述 和Georgio Vasari在她的 1568年画家传记中 凡海莫森创作生涯不算长 流传下来在作品非常少 但是 作为西方女性绘画的开创者 她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她有更长的创作生涯 或许会有更出众的表现 可惜 她26岁左右病故 作为女画家先驱的凡海莫森 她的创作为 后来的艺术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 女性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她的艺术成就 对于女性艺术家而言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她的作品 不仅为后来的女性画家树立了榜样 也为当时的女性 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 卡特里纳 凡海莫森 值得被后世铭记的女艺术家 Propercia de Rossi 普罗佩奇亚 德罗西 1490年至1530年 她被认为是西欧艺术界 最早在雕塑领域专业化的女性之一 她的成就 是在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被认为是男性的特权的时代取得的 德罗西是瓦萨里 艺术家传中 仅有的四位获得传记的女性之一 她的成就和代表作品 在多个方面 对艺术界产生了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雕塑家 德罗西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物 她的杰作展示了她卓越的技巧 和对细节的关注 同时 她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中 获得了认可 在她的生命中期 她创作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 一枚被雕刻成就于圣经场景的核桃壳 这项杰作被公认为 微型雕塑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 德罗西于1490年 出生在意大利伯罗尼亚的一个家庭中 从小就表现出对艺术的天赋 她最初的教育 是在当地的修道院接受的 但很快就显示出她的才华 成为一位备受认可的雕塑家 她喜欢将神话 宗教和历史场景 转化为大理石 或其他材料的艺术品 以表现她的理念和技巧 然而 在文艺复兴时期 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受到了限制 由于当时社会的性别歧视 女性雕塑家 她往往会遭受到被辱骂 被忽视 或被视为次等人的待遇 尽管她面临着这些挑战 德罗西并没有放弃 她的热情和创造力 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 德罗西完成了 她最著名的作品 一枚核桃壳内雕刻的 旧约圣经场景 这个核桃壳 是3.2厘米长的一个小壳 里面被刻出了 140个细节丰富的场景 包括亚当和夏娃 被驱逐出伊甸园 亚伯和该隐的故事 以及其他一些圣经中的场景 这个作品 不仅展示了德罗西的卓越技巧 同时也表现出 她对细节的关注 这个杰作被赞誉为 文艺复兴时期 最有名的微型雕塑之一 德罗西她的职业生涯 实在桃壳中 雕刻复杂的图案 后来发展为 公共委托的大理石雕塑 而其浮雕 约瑟夫和波提法的妻子 Joseph and Potifor's wife 至今仍然陈列在 伯罗尼亚主广场的 圣白拖略大殿 The San Petroneo Basilica 这件作品在当时 引起了爆炸式轰动 并被认为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雕塑的杰作之一 在这个作品之后 她又进行了 许多其他的创作 如卡文迪时 家族墓的祭坛 圣母玛利亚的大理石像 和各种其他的雕塑作品 然而 由于时间的流逝 这些作品的大部分 已经失落了 只有少数的雕塑作品 被保留下来 德罗西的成就和创造力 得到了当时 许多重要人物的赞誉 包括教皇 克免 七世 然而 由于她的性别和社会地位 她有时会遭受到嘲讽 和不公正对待 尽管如此 她仍然继续 以她的天赋和热情为指引 创造出了许多卓越的艺术品 艺术家兼传记作家 乔治·瓦萨里 在他的文艺复兴时期 艺术创作史开山之作 《艺术家生平 Luvie Dei Excellente Pittura Skotori e Architeteri 1550年和1568年 中专门辟出一张 介绍德罗西 在那个男性战主导的领域 一位女性艺术家 德罗西 一位非常值得赞扬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雕塑家 她的杰作 展示了她的卓越技巧 和对细节的关注 并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中 获得了认可 虽然她面临着性别歧视 和其他的挑战 作为一位优秀的女性艺术家 她突破了当时 对女性从事艺术创作的 限制和偏见 仍然坚持 追求自己的热情和创造力 这使她成为一个 真正的艺术家和先驱 她的才华和努力 为后来的女性艺术家们 铺平了道路 为她们争取了 更多的机会和尊重 德罗西的精神 将继续影响和启发人们 女性在艺术领域中的 无限潜力和创造 Levina Tillink-Liavina 泰林克 1510年至1576年 是一位在16世纪活跃的 女性画家 她在微型肖像画兴起中 拥有非常关键地位 泰林克被认为 是英国最早的 女性肖像画家之一 曾担任亨利八世 爱德华六世 玛丽一世 和伊丽莎白一世 英国宫廷的画家 以她在英国宫廷中的 工作而闻名 作为第一位 获得英国玛丽一世 女王官方任命的 女性画家 她为当时的宫廷和贵族 创作了许多 精美的肖像画 她的作品 不仅展示了 她的艺术才华 同时也为研究 当时英国宫廷生活 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泰林克生于 弗兰德斯地区 她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 父亲Simon Benning 是一位著名的手稿插图画家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她从小就接受了艺术教育 并展现出了绘画的天赋 她的父亲是她最早的导师 泰林克通过学习父亲的画作 和技巧为以后的绘画生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春去秋来 冬去春来 泰林克在欧洲大陆的 声誉日益增长 她的作品开始受到 各国贵族的青睐 据说 她曾为法国国王 弗朗索瓦一世等重要人物 绘制过肖像画 在她二十多岁时 泰林克被英国国王 亨利八世的宫廷 请来担任皇家画家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机会 尤其是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 在英国 泰林克得到了 英国玛丽一世女王的赏识 并于1546年 成为她的官方画家 她在1556年 为玛丽一世画了 A Small Picture of the Trinity 作为新年礼物 泰林克的工作 就是创作女王 及其家庭成员的肖像画 以及为外交史 结绘制礼品肖像 在1556年到1576年 创作了 A Full-length Portrait With Knights of the Order 等画作 泰林克的作品 以其细致入微的绘画技巧 和精湛的细节而闻名 她经常使用细小的毛笔和颜料 以及纤细的笔触 为她的作品 增添了惊人的细腻度 她擅长描绘人物的面部表情 和服饰的细节 使她的作品栩栩如生 除了绘制肖像画 泰林克还从事书法 和装饰手稿的工作 她在英国宫廷中 负责制作精美的手稿 经常与其他著名的 手稿画家合作 她的手稿 通常装饰着华丽的边框 文章和小型插图 展示了她在绘画 和装饰方面的多样才华 泰林克在英国宫廷中的工作 为她赢得了 极高的声誉和地位 她成为当时英国 最受尊敬的女性画家之一 并被授予许多荣誉 然而 由于历史记录的不完整 仅有少量的作品 可以追溯到她的手笔 这些作品大多是肖像画 包括女王玛丽仪式 她的姐姐伊丽莎白 和其他重要人物的肖像 她的画作 也曾被用于资助慈善事业 泰林克的作品 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 现今也被视为 16世纪英国宫廷画家中的 杰出代表 除了在英国宫廷工作外 泰林克也接受了一些私人委托 并在一些教堂和宫殿中 创作了壁画和装饰画 然而 由于当时对女性艺术家的 认可度较低 她的其他作品相对较少 并且并未被广泛保存下来 虽然她的作品 在数量上可能有限 但他们对研究当时 英国宫廷生活和艺术史 具有重要价值 泰林克作为一位 杰出的女性画家 她的才华和成就 为后来的女性艺术家 树立了榜样 Diana Scottori 又称Diana Mantrana和Diana Gassai 1547年至1612年 是一位来自意大利曼图亚的 雕板画家 她是一只最早的 女性雕板画家之一 主要制作著名绘画 或素描的复制版雕板 尤其是拉斐尔和朱利奥 罗马诺的作品 以及一些古罗马雕塑 Diana Scottori生于1547年 她出生在意大利 威尼斯附近的一个 富裕的家庭 从小斯卡托利 就从父亲和他的兄弟那里 学会了雕板的艺术 在当时 女性很少有机会 涉足艺术领域 但Diana展现出了 非凡的艺术天赋 并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鼓励 她在年轻时 就展现出了 对雕塑艺术的浓厚兴趣 尽管她没有接受专门的绘画教育 但她能够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学习如何制作雕板 艺术家的女儿 接受家族工艺的培训并不罕见 但她以雕板为职业 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1565年 斯卡托利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 建筑师弗朗切斯科达·沃尔特拉 他俩于1575年搬到了罗马 到了罗马 斯卡托利用她在艺术界的商业知识 对丈夫的事业给了非常大的帮助 在1575年6月5日 她发表了第一幅有日期的版画后 斯卡托利获得了教皇的特许经营权 这在格雷格里十三世朝之前 尤其是对女性来说 是相当罕见的 从中可以看出斯卡托利的才华 可以说是相当的得 斯卡托利申请特许 是因为她不愿意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印刷她的版画 以保护她的版画 不被其他人 尤其是书商 雕塑家 雕板画家和印刷商 复制并出售 这项特权规定 任何未经许可的版画出版商或销售商 将被处以大约500杜卡特的重罚 其中三分之一将交给现任教皇 三分之一将交给斯卡托利 最后三分之一将交给做出裁决的法官 这自然鼓励法官支持艺术家 除了这样的罚款外 还将受到天主教会的 立即逐出教会的惩罚 她的父亲是曼图亚的 刚萨改家族的雕板家 斯卡托利改变了她的名字 以更好的与宫廷联系在一起 她在不同时期签署了 许多不同的签名 名文和奉献 传达了她作为一名艺术家 和企业家的意识 她是第一个在版画上 签署全名的女性 但她的签名在她的一生中 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在她的作品中 没有记录她使用或签署 斯卡托利的名字 她最常签署她的作品为 Diana Mantuana或Diana Mantovana 以引用她出生的城市 这个签名还用于参照 曼图亚的贵族 和曼图亚的雕板传统 这对罗马的有影响力的人们来说 比她出生的性更有意义 斯卡托利不仅仅是一位雕板画家 还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女商人 她的精明 不仅在她成功申请 教皇特许经营权上看到 还体现在她为丈夫的建筑作品 宣传的版画上 在1576年至1580年之间 她制作了四幅描绘 筑头原件 和其他建筑细节的版画 包括Big and Real and Egg and Dark装饰 与她的其他版画不同 这些版画似乎不是为一般民众设计的 而是为高知人士所设计 斯卡托利在雕塑领域 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她的雕塑作品 主要以小型铜像为主 她以精湛的技巧 和细致入微的细节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创作了许多雕像 包括神话人物 历史人物和圣人等 斯卡托利 以其独特的版画技法而闻名 她以细腻的线条 和精确的构图 来创作版画作品 展现了她的艺术才华和创造力 代表作品有 耶稣升天节 基督墓前的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与孩子 圣母子与圣约翰 她最后一幅有日期的版画是 1588年巴黎诺加里的埋葬 在弗朗切斯科达沃尔特拉去世后 她于1596年 与20岁年轻于她的建筑师 朱利奥佩洛西结婚 她很可能在1588年后 没有再制作其他版画 但她停止的原因尚未被发现 她于1612年4月5日去世 享年64或65岁 斯卡托利的作品 继承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传统 同时又具有一种现代感 和独特的个人风格 使她成为文艺复兴时期 最具影响力的刁板家之一 作为一位女性刁板家 她树立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 并为之后的女性艺术家们 开辟了道路 Lavinia Fontana-Lavinia Fontana 1552年至1614年 是一位活跃在伯罗尼亚 和罗马的意大利风格主义画家 她以其成功的肖像画而闻名 但也从事神话和宗教绘画的创作 她的父亲普罗斯比罗 Fontana Prospero Fontana 是伯罗尼亚学校的一名教师 对她进行了培训 Fontana被认为是西欧第一位 女性职业艺术家 因为她的收入依赖佣金 她的家庭 靠她的画家事业为生 丈夫担任她的经纪人 抚养着11个孩子 她也许是第一位 画女性裸体的女艺术家 但这在艺术史学家中 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Fontana于1552年出生于伯罗尼亚 父亲是普罗斯佩罗Fontana 母亲是安东尼亚德·伯纳迪斯 她于1552年8月24日在圣彼得大教堂 接受洗礼 她的姐姐艾米利亚于1568年去世 当时拉维尼亚16岁 普罗斯比罗是当时 波罗尼亚画派的著名画家 也是她的老师 卡罗林·莫菲 Caroline P. Murphy 怀疑可能是经济问题 促使普罗斯佩罗将拉维尼亚 培养成一名画家 作为画家的女儿 Fontana在女艺术家 尚未被广泛接受的时代 成为一名艺术家 是相当耐思的 更耐思的是 与当时普遍接受的提供嫁妆不同 Fontana通过绘画来赚取收入 1577年6月 Fontana与基安保罗扎皮 John Polo Seppi 另一种拼法为 Joven和Fabi结婚 这对夫妇搬进了 普罗斯佩罗在波罗尼亚的房子 Fontana开始专业作画 并在自己的签名上 加上了扎皮的名字 扎皮负责料理家务 并担任妻子的经纪人 和绘画助手 包括绘制窗帘等 画作的次要元素 Fontana曾在波罗尼亚大学学习 并于1580年 被列为该世的女博士之一 Fontana的早期作品 包括了已知的最早作品 《猴子的孩子》 会于1575年 当时她年仅23岁 虽然这幅作品已经丢失 但另一幅早期画作 《嫉妒与激情》的象征 会于1576年 目前藏于爱尔帕索博物馆 波罗尼亚社会 广泛支持Fontana的艺术事业 为她提供了其他地区的女性 无法获得的机会和联系 她开始了商业实践 用铜板绘制小型宗教画作 由于金属的价值和光泽 这些画作作为教皇和外交礼物 备受欢迎 到了1580年代 她以波罗尼亚贵族女性 肖像画家的身份而闻名 各方争相为她效劳 对《封塔纳》肖像画的高需求 反映在她那个时期赚取的巨额金钱上 她与女性客户的关系非常好 许多当时有名的女性都做过她的模特 如索拉·康斯坦萨 斯福尔扎·邦孔帕尼公爵夫人 后来成为封塔纳孩子们的 同名者或教母 除了肖像画之外 她后来还创作了 以宗教和神话为主题的大型画作 有时包括女性裸体 封塔纳以裸体人物为主题的神话画 越来越多地被艺术史学家研究 在这些画作中 密涅瓦 马尔斯和维纳斯等罗马诸神 都被描绘成不同的裸体形象 其他当代女艺术家 很少或根本没有以这种方式 描绘裸体人物 有人说 封塔纳的神话画作品 可能是第一位涉足这一领域的女艺术家 封塔纳的作品 与仆人在古钢琴前的自画像 被认为是她的杰作 这幅画作 是作为扎皮家族的订婚礼物而绘制的 封塔纳在签名中形容自己是处女 并表示她是在照镜子时画画的 以证明绘画的准确性 虽然有记录的作品超过100件 但目前只有32件 具有签名和日期 此外 还有25幅作品可以归功于她 这使得她的作品成为1700年之前 女性艺术家最多的作品之一 1604年 封塔纳受到教皇克莱门特巴士的邀请 她和家人搬到了罗马 她得到了不甕孔帕尼协会的赞助 而该协会的成员中包括教皇格列高丽十三世 随后 她被任命为梵蒂冈的普通肖像画家 在罗马 封塔纳的事业蓬勃发展 就像在伯洛尼亚一样 甚至教皇保罗武士本人 也是她的支持者之一 她获得了许多荣誉 其中包括由雕塑加坚建筑师菲利斯 安东尼奥 卡索尼于1611年铸造的青铜肖像奖章 拉维尼亚 封塔纳的作品细致入微 这是她深受富人欢迎的原因之一 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获得经济财富 她是朱利奥曼奇尼的 关于绘画的思考 Consider Tony Salopitura 中唯一一位女艺术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 能够在艺术领域取得如此高成就的 女性的罕见典范 拉维尼亚 封塔纳一位非常成功的艺术家 女性艺术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 逐渐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成就 她们通过创新的艺术风格 独特的主题选择 和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 在艺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她们的作品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注意和赞赏 为后来的一代女性艺术家树立了榜样